安清班可能问题更大 安清班小小的更密闭的空间 那你学校还是大家有个统一的标准管理 主管机关 安清班到处都是更小 他可能更难防化 这一块要很注意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看最新的规定是这样 全班只要有一个 那就全班停课 全校只要有两个 好 那我请问一下 要不要准备远距教学 这是一个办法呀 好几个国家都采用远距教学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担心 就说小朋友的群聚啦 或者说学生的群聚的感染 然后口罩又不一定有 那台商又可能回来 对教育单位要做好准备了 我觉得 不万一有停课的情况 我觉得远距教学真的 我觉得如果 除了读卡机关 还有什么需求 如果二月术真的教育部决定 还是要开学的话 我觉得事先的防范一定要有 至于你要准备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执政当局 一定要好好思考 因为我觉得 学校的群聚 就像为什么大家去 你坐高铁 像我每天我坐高铁来台北上节目 我一定戴口罩 因为那是个密闭空间嘛 那你在学校里面 班级里面 二十个学生 三个十个学生在里面活动 你真的 你真的确定这三十个 他都不是一个代言者嘛 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是之前 或现在二十三二十四例 他就像刚才国东兄讲的啊 他是几天才被发现 一个月 他代言在甚至一个月 然后你不要说 你有没有所谓的 这个飞沫传染 接触 你小朋友在教室里面碰来碰去 这个一定要教小朋友 对 所以我研究其中 他这个 他的过去这一个月 我觉得 当局是可以来试试看 我今天提到书长 现在就是说 停课标准的问题 就是说 学校有一个 那个班级停课 如果有两个不同班 那就全校停课 那这个标准 就是说 那要停多久 台北市就说了 那你是停七天 还是停14天 还是停一个月 还是说如果发现了一个之后 那间隔了七天 或间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又有一个 但是要停到哪时候 现在是因为 防疫中心一定要定一些规范出来 他没有什么特别矛盾 比如像说这个学校 他说 要不要戴口罩 他说不要戴口罩 而且我还不建议 你要强制戴口罩 但是有人说 那你要给每一个 人都要一个要多少个 这不负责任的讲法 因为他们并没有矛盾 是因为你听不懂 不想信懂 然后就说我这样建议 你就要做到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戴口罩 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防其他病 你说为了防止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这个更离谱 根本没有 你把每个都当成 都当成可能的 传染给你的 那书长一直说 不用每个带就对了 不应该带 他讲得很清楚 那个潘文中讲得很清楚 这是要给有咳嗽 有发烧什么的 要赶快带起来 而且到旁边去 准备要追回家用的 那当然 是不是这个个案 还要再检查 才知道搞不好是普通感冒 那普通感冒 还是要戴啊 还是流感 要戴啊 但是其他人不要戴啊 你要知道 小孩子戴那个不特别 要认真戴的 真的有效的很难过 难过不久他就拿起来 反而摸来摸去啦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是应该趁着开学的时候 第一堂课就要开始教 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免于这个传染 这样 而不是说希望你都把别人都 都是希望 然后谁都做这些学校 不然就是防疫中心 这个部分 我们不能再这么懒惰了 书长你的意思是说 下礼拜开学的第一堂课 要做卫教 对对对 那大家有资料 那为什么要教什么 要教说在这个可能有设计感染 但是要讲清楚 所谓设计感染 坦白讲我是公布 这都没关系 不久就会知道 但是设计感染不是就你的设计啊 你的大楼里面 不就是你一定会染染啊 这要讲清楚 现在问题不是疫情的说明 疫情中心坦白讲是蛮透明的 讲得更清楚都没有关系 现在问题不是讲得太多 是太多人讲 太多人讲 讲得更清楚 有的就要听着 有的都不要 都听疫情中心的 这样的话 就会比较好 不要说 我是明天戴我什么样 我就戴上口罩 这个是不道德的